大家好,我是徐二某,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川菜,红毛鸡丁 首先我们把去骨鸡腿肉300克切丁 加入食盐0.5克 胡椒粉1克 老抽1克 生抽酱油2克 加入适量清水 放入少许蛋清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鸡丁更加的滑嫩 加入少许淀粉 这一步的目的是更好地锁住鸡丁的水分 放完淀粉以后放入适量的清油 以防止滑油时鸡丁粘锅 80克大葱白切丁 姜3克切片 蒜子2粒切片 油炸花生米100克 干辣椒段5克 干花椒20粒 下面开始调汁 精盐1克 胡椒粉1克 白糖10克 生抽酱油2克 陈醋13克 老抽2克 加入少许式淀粉 有喜欢吃酸甜口味比较重的朋友 可以适量添加陈醋和白糖 食材准备完毕 起锅烧热 下入少许清油 把锅滑一下 倒入适量清油 把鸡丁倒入 滑至八成熟时倒出 给朋友们说一下 滑至鸡丁时一定要热锅凉油 如果油温过高 鸡丁滑至来口感比较柴 锅流底油 下入花椒干辣椒煸香 辣椒煸至中红色时下入姜片 蒜片 葱段 下入鸡丁翻炒几下 烹入调好的碗汁 烹入调好的碗汁 大火炒出锅气 下入花生米 下入红油五克 翻匀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 公保鸡丁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公保鸡丁的选料要选用鸡腿肉制作 这样做出来口感比较滑嫩 第二 鸡丁花油时要热锅凉油 滑至八成熟倒出 第三 花生米要出锅时放入 这样才能保持花生米的酥脆 公保鸡丁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头条号美食厨房谢二萌 这里总有一款你喜欢的菜